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之上还没有 就是今年年初出了去年会议记录的一个集结 在集结中南华早报敏锐的发现 去年的财金工作会议上提到这么一条 央行来购买国债 从这个之后市场就开始讨论了 中国是不是要开始赤责货币化了呢 其中有两部分观点 一部分人认为你看周固不行了 要搞赤货币化了 很快人民币交成是卫生纸了 所以这个确实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会不会恶性通胀等的话题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 打轻小怪都是正常操作了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我能不能说明白 今天这一节目 对于我的这个讲课功力 有特别大的考验 因为不同于以前的新闻 像比如说俄罗斯战争 车城这些比较单线叙述 今天我说这个货币银行学科 是这个比较结构性的 我们就通过这期 既来了解到底有多危险 也来了解了解货币银行学的相关内容 我就从最开始开始讲 国债 国债这个玩意儿 就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 发行的债券 对吧 就是借钱嘛 跟大家借钱一样 比如说你借钱要买房 房贷对吧 你也是 你要借一笔钱 借笔钱是不是就还 对吧 那么有一定的利息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房贷 包括借钱大家了解 那大家明白 银行为什么要买国债或者买房贷呢 对吧 银行是一个盈利机构 所以银行不管是借钱给你 还是借钱给国家 银行都是要赚钱 所以银行就是要吃你的利息 对吧 所以银行买国债或者贷款给别人呢 都是一个盈利的目的 那政府为什么要钱呢 这个当然没什么可说的 就政府的运营中呢 他总是有这个赤字嘛 尤其现在的政府啊 凯斯主义都是要温和通胀 温和赤字的 所以他就是要借钱 好 那我们就要问了 那借钱 地方银行买跟央行买 有什么差 为什么央行直接买就不行 为什么说央行要来买 这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事呢 到底差距在哪里 好 差距在这个地方啊 你想啊 我们先不说中国的情况 我们先说世界的情况 这个全世界有哪个银行 是由这个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 非常少对吧 即便是国有银行 很多国有银行的都是股份制银行 你要为股东负责 就不能瞎搞 更不用说全世界绝大国家的 绝大多数银行都是私有银行 就私有银行呢 我买什么国债 我发什么债券 受不受中央政策的限制 其实不受 受什么限制呢 受我自己赚钱限制 就如果你的国债 真的是个很好的产品啊 那我就愿意买 我买了呢 其实对我自己有利 对吧 但如果你这个国债 不是一个好的产品 那本身呢 我就不会去购买 但中央银行不一样 中央银行呢 就是政府的body的一部分 央行与财政部啊 同样是政府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行政权 直接要求中央银行买 中央银行考虑 就不像一般商业银行那么多 他就可能接受命令来买国债 那么呢 他就会丧失对于这个经济的考量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世界上一般所有国家 所有大国都立法禁止 央行直接购买国债 我国也一样 我国的中央银行条例和法规里面 就禁止了央行直接购买国债 美国和日本都搞了大量的QE 就是Quality Easing 对吧 其实这两个国家 也有法律明文规定 央行不可以直接购买国债 所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的QE 其实都不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 好 大家现在明白了 国债就是地方那种发债 地方那种发债很正常 跟我们要借钱一样 那么银行为什么买这些债券呢 是为了赚钱 所以说我们就明白 银行是要赚钱的 银行赚钱才好 所以央行买跟一般银行买 就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一般银行可以只考虑赚钱 但央行作为政府主体的一部分 受到行政权的命令 很可能 他的脑子已经不光考虑赚钱 所以如果他直接买 他跟财政部同属这个政府 体系的一部分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好 来了 那么呢 首先在这里我们就要明白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导致中国跟其他国家不同 好 这就引入了本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 这期如果你问我 如果我们有一个keyword 就要讲 我的keyword是什么呢 就是显性的赤字货币化 和隐性的赤字货币化 好 什么叫隐性的赤字货币化呢 中国的银行跟国外的银行又有一个不同 就中国的商业银行 虽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但是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 尤其是工农中建 对吧 工农中建的这个领导 以后都是要去当官的 工农中建领导 领导不仅要去中央的金融体系当官 很可能就要去当地方官的 所以说这些人呢 并不是商业体系运作 也就是说 比如说啊 这个德国政府发了一个债券 要求德意志银行买的可能性大不大 可能性非常小 但中国政府发了个债券 要求建行买的可能性大不大 那简直是一定的事情了 所以说在我国本来 一般商业银行买政府债券 就可能受到行政命令的限制 更不用说央行了 那因此在我国就算没有央行直接买 赤字货币化 隐性的软性的赤字货币化 也一直在存在 好 那这里我们就开始 好 这第一层我们知道了 我们先说了 央行买和一般商业银行买有什么区别 但现在呢 我们一个回马腔 就是回在我国一般商业银行 也可能成为赤字货币化的一个环节 跟其他国外不一样 好 那我们就进一步来讲 那既然一般商业银行购买 都有赤字货币化的特征 那干嘛让央行买呢 对吧 你就让一般银行买 习近平下令让工农中间买 不就完了吗 那央行买有什么差异呢 有很大的差异 一说你就知道了 如果对货币银行 稍微了解的人 你应该闪电般就能想到了 一般银行不能发行货币 就你要求工农中间买 工农中间也只能用 他吸收的储户的钱来买 或者他可以借钱来买 但他不能发行货币买 对吧 央行买有一个不一样 央行可以直接发行货币买 好 这就是非常大的不同 因为央行可以直接发行货币买 他就要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利率 从根本上来影响 所以你让一般银行买买再多 也不会影响货币政策 那你让央行买 马上就要来影响货币政策 好大家明白了 所以央行买的影响就会更大 好 那我们就来说了 那这次啊 我们要求这个央行去买国债 怎么个买法呢 我就来说说啊 因为有这个中央银行法规的规定啊 央行不能直接从地方政府买国债 这次呢 依然没有 所以我国呢 还没有打破这个东西 如果要打破就要修法 要修法大家知道 修法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我敢说啊 我们敢修这个中央银行法规 允许央行直接从地方政府和国 和国家中央政府买国债 明天人民币汇率就要跌给你看 就要暴跌给你看 所以说我认为修法 如果中国经济不出现根本性的巨大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有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巨大问题 也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啊 不出现显性的能看到的巨大的财政危机 应该是不至于修这个法的 所以现在买的也是间接买 好我就给大家说说 怎么个间接买法了 好大家我们要注意这部分啊 所以你现在明白 这里面有三个主体 一个主体呢 是政府发国债的要借钱的 一个主体呢 是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是买这些债券的 商业银行为什么买这些债券呢 因为商业银行吸收的储户那么多钱 这些钱他要来投资理财 因为他吸收储户的钱 他是有成本的对吧 他要给储户付利息嘛 所以他要不赚回来这个钱 这钱就要砸手上 所以他就需要去配置这个资金来赚钱 那国债呢 就是他们配置资金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国债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国债他很可能 很可能啊 他的风险非常小 这个钱呢一定能还得上 所以国债呢 一般被当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资产 虽然收益率可能不高 所以说地方政府 所以商业银行买国债呢 可以说是蛮理性的事情 好第三部分就央行了 好 所谓央行间接买 有什么买法呢 你看 国债是一个债券 是一个可以交易的金融资产 就是我有 持有一个债券 是有一个价格的 我可以把它卖给别人 所以这个债务关系呢 就从我手上转到了别人的手上 央行不能够直接从地方政府手上直接买 但是谁有国债 谁都可以卖给央行 国债谁都可以买 一般的民众也可以买 如果央行想从你手里收购 但是现在不会啊 太小太分散了 你也可以卖给央行 你可以把它卖给其他人 你把它卖给银行 它是股票一样 卖给谁都行 所以央行不能从地方政府手上卖 央行就可以从商业银行手上卖 比如比如说建行 我手上有这个两万亿的 两万亿的量太大了 我有两千亿的黑龙江省的这个国债 我把它卖给央行 这就是可以的 所以他可以这样买 好 重点来了 这要买呢 也有两个买法 一个买法是直接买 也就是说我是建行 我手上有两千亿的黑龙江省政府的国债 我把它卖给央行 这个东西就正式完全交给央行了 我跟黑龙江政府没关系了 未来黑龙江政府还钱 别还给我 你还给央行 这是一个买法 这个买法也很直接 这个买法相当于 这个商业银行就倒了一手 对吧 本质上就是央行发货 影响也会很大 但实际上现在主要的买法 还不是这个 还不是这个商业银行直接卖给央行 而是一个金融工具 这个金融工具呢 我们每个月的世界苦查 都在讲这个金融工具的数量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你经常看世界苦查应该记得 就叫MLF Medium Term Lending Facility 就是叫中期借贷便利 什么叫中期借贷便利呢 这个金融工具是干什么的 MLF 我给大家讲讲 就是你看 一般银行需要钱 需要好多钱 对吧 银行虽然有很多钱 但这个钱是结构性的 比如说储付的钱少了 或者放贷放多了 我可能资金就要出现缺口 我就要借钱 大家知道 银行有一个银行兼差借市场 利率很高的 去年一度利率充得非常高 被认为有金融危机的风险 就银行 各地有这么多银行 其实是要频繁的借钱 有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的 所以MLF 叫中期借贷便利 是央行和商业银行的 一个放水关系 怎么个方法呢 我是建行 我手上有2000亿的 这个黑龙江省政府的国债 我把它抵押 我把它质押给央行 从央行 我质押2000亿 央行给我1500亿 给我1000亿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就获得了1500亿 到时候呢 我把这1500亿还给央行 央行呢 再把那个国债还给我 这个叫MLF 中期借贷便利 这个呢 就是现在最大规模的 央行所谓购买国债的方式 所谓这里的购买 指的绝对不是直接购买 而是用MLF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 从地方政府手上买 用这个方式注入流动性 好 那我们就要知道一个 很重要的新消息了 这叫中期借贷便利 这个中期有多长 如果这个中期有10年这么长 跟直接买 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我把我的国债质押给你10年 你给我一笔钱 就是卖给你吧 没有区别 但说实话 中期借贷便利 这个中期还是比较短的 就三个月 六个月和一年 这其实很快叫还 你说这三个月一年和十年 区别在哪 区别就在 如果是十年 这个风险就是央行单 对吧 因为十年 现在经手这笔贷款的所有人都应该 也不会应该吧 很有可能就没有在这个银行工作了 所以跟他没关系了 一旦拿个央行就拿个央行 未来的事 未来人管 但如果是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就这笔国债的风险和这个国债流动性带来的影响 主要还是在这个银行内部 所以说这就是MLF 因此如果央行主要以MLF的手段 从地方政府的手里来买他们的国债 其实还是一个相对保险的方法 好那我要说以MLF的方式买 就是全世界主要国家所谓央行购买国债的方式 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 我们之前讲过日本的YCC 就是那个利率控制 怎么控制呢 就是靠央行 从商业银行的手里 用这种金融工具 来进行国债质押和放款的操作 来长期精确的控制 就像这个左钢四一样 去控制一个利率的水平 好这个呢就是一般的买法 就是质押式的国债 用中期借贷便利来买 好央行也可以直接买 直接买的就发行特别国债来买 也是有的 这个呢未来会越来越多 我就来讲另外一个 我们还有一种 刚才你看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隐性的货币赤字货币化的方式 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也有行政职权的属性 所以说如果政府要求商业银行买国债 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如果政府可以要求商业银行买国债 这就是赤字货币化是什么呢 如果央行能用其他方式啊 给这个地方银行注资 这就已经就是可以用方式的方式来做了 好我来说第二个隐性赤字化的隐性货币化的部分啊 MLF不是 MF公开赤赏的是完全正常的 但我国确实央行有另外一个隐性的赤字货币化方法 叫PSL 不会很多啊 我们这期就介绍MLF和PSL 其他的各种工具我们未来再说 什么是PSL的 MLF是Mediterm Lending Facility 它是一个Facility是一个工具 那你看就是LF Lending Facility是一个工具 PSL的L是什么呢 Lending就直接借钱 这P是什么呢 Pledge Supplementary Lending 这个呢叫做抵押补充贷款 这是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直接给钱了 谁给呢 央行给 央行是直接给了 不是 通过一个特殊的商业银行给 零银行呢 国家开发银行 主要是以国开行为主 大家知道 国开行就是中国进行政府投资的银行 它并不像四大行 它有非常丰富和多元的业务 它的业务比较单一 就是给这张投资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国开行就是央行放款的一个白手套 那这么说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PSL就是央行 直接给国开行一笔钱 国开行直接投到政府项目上去 所以这个呢 是中国的 我认为这就是次责货币化 因为央行就是要发行一笔钱 通过国开行去投资给政府 它不是买政府的国债 它也可以买政府的国债啊 但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之前啊 就是澎湖去改造 就直接给政府这个钱了 这就是赤字货币化嘛 所以PSL工具 其实是我国另一个隐性的赤字货币化工具 它不是显性的 它是隐性的 这个规模其实也很大 因此啊 我就要说 那我们就来说一个直接的事情了 讲这么多理论 我们讲讲现实啊 现实是什么呢 从去年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报道的 那个习近平的那个命令之后 我国MF和PSL有上涨吗 有不仅有 在去年的三季度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 去年三季度MF 尤其是年末11月和12月 MF和PSL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 比如说PSL去年12月直接有3500亿 你一听3500亿 好像不多 中国的经济体量一年 GDP120万亿的 其实3500亿很多 我们知道啊 政府在去年是9万亿 已经是历史最高了 但这9万亿扣除借新环救的部分 大概是三四万亿 所以说单用PSL一个工具 一个月就干掉去年新增信贷的10% 这是很大的规模 所以去年年末的MF和PSL的规模是很大的 这还只是PSL MF的规模也是天亮 也是历史最高量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财经工作会议上的指示 有没有效果 是有效果的 这个放水呢 是放下池的大 好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就来讲讲啊 我们就来进一步来讲一讲 这个央行直接买和央行透过商业银行买 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我国要有这个遮羞部 不让央行直接买 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 第一 从政府来讲啊 政府只要钱 我不要别的 对吧 我就想要钱 我要借钱嘛 所以用什么方式能把钱给我的无所谓 但央行通过这些复杂的什么MLF啊 什么发行货币啊 什么降准啊 这些措施要干嘛呢 央行其实是有很复杂的政策要去制定的 比如说货币政策 他要管汇率 他要管国内的利率 他要管货币总量 他要管流动性 他要管金融风险 对吧 政府的考虑很简单 我不管是政府的运转 还是政府投资项目 我要钱 把钱给我 地方银行的想法 就是商业银行的想法也很简单 我嘛 就是一边吸收存款 一边去把这个钱拿去赚钱 我就是创造钱就行了 但央行的想法很复杂 央行要控制货币政策 控制金融风险 所以央行很多时候 来购买这些 就比如说央行其实没有盈利压力的 央行不需要考虑盈利压力 当然央行手里的钱也不是白来了 央行最好考虑考虑盈利 或者考虑不要亏太多 像去年美国央行一口气 亏了一千多亿美元 就觉得好像掌管的不好 如果央行能够比较好地使用 他的手里的资金存量 会是个更好的事情 但anyway 央行不是需要去考核他的盈利的 但央行考虑的事情 比地方政府和银行要多得多 所以央行从商业银行手里购买国债 本身就是他执行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调节银行企业流动性 并且调整长期利率的一个手段 大家知道利率有两个调法 利息很重要 大家比如说银行降息升息利率很重要 但利率怎么调呢 一个方法直接下行政命令 我说明天利率都降5%点 你们就降5%点这是一个调法 但这个调法利率就失去了市场化 就这个价格就失去了市场化 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这个影响就会出现影子银行 金融系统的风险就会加剧 这个预约作业复杂 我们过去关专有一题说内债不是债吗 如果你感兴趣 去我的YouTube频道Fear Nation 你说世界股材也行 就看内债不是债那些 你就能了解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 因为只要利率不是市场化 就影子银行 跟这个价格不是市场化 就有关岛一样 一个概念 就是维持利率市场很重要 如果利率要市场化 国家又想降息 怎么个降法呢 就是央行去商业银行买国债 因为央行去购买一些国债 增加这些债券的需要 增加需要呢 说明他这个供应求 债券价格就要上涨 债券价格上涨 你看这玩意儿这么吃香 那债券收益率跟价格是负相关的 债券的收益率就要下降 当债券收益率下降 其实整个市场债券 就是国家债券 作为市场利率的一个锚点 本身市场的融资水平也就下降了 所以说国家如果要用市场化水平降息 怎么个降法呢 在二级市场通过央行去买MF或其他方式 大量的这个国债就能够起到降息的效果 而且啊 这个国债还非常非常 我再说更多的细节啊 我就再往下细算就不多了 大家知道啊 这个国债有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 所以央行去买不同周期的国债 还可以拉平这个利率的曲线 因为利率是波动的嘛 我们如果要需要利率稳定 我们透过买不同期限的国债 也可以让利率的稳定 包括它也是一个解决银行金融风险的方式 比如说一个银行流动性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银行本身从其他上借不到钱 但手里持有国债 用MF我们还可以央行用购买国债的方式 来缓解银行的金融危机 所以说央行来从商银行手里买国债 绝不简简单单是为了给地方银行给钱 它本身是有很复杂的考虑 我们甚至可以说央行购买国债的操作 就是执行货币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货币政策是不能 或者不应该直接由行政命令来命令的 所以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是综合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好 一级市场买啊 大概就有很多问题了 第一就是财政纪律就彻底废掉了 对吧就是地方政府就随便了 反正我要钱你就给我 而且失去了组合功德了 好我就说在我国这种事为什么不太会发生呢 我认为在我国也不太会发生 但是这个方式和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 不要扣了 抱歉我的狗又在扣他的被子 好我们接受啊 在我国跟其他国家考量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其他国家非常强调权力制衡 对吧 财政体系和货币体系互相制衡 就是互相独立运作 在其他国家非常重要 在美国到什么地步啊 美联储甚至是一个私营公司 美联储就是美国的央行嘛 甚至是一个私营公司 所以美国政府是不能直接命令央行的 正是因为他有独立性 他不受行政权的干预 他能够做出更有利的货币政策 更稳定的货币政策 所以说央行独立于政府是很重要的 但在我国党管一切 央行能够独立于政府 因而不亲民于党吗 不是 我国认为我们厉害 强调的就是 党可以搞政策组合 党可以货币政策 财政策一把抓 搞出这个政策组合来 当然我国以前也不打强调这个 就是说去年开始强调这个的 这个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国有一个另外的 非常神奇的思路 再解决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是我国的中央政府要制衡地方政府 因为如果央行直接买债券 里面审核只要稍微松一点点 地方政府就会滥发债 怎么不让地方政府滥发债呢 就本着这个原因 我国也要把央行和财政体系 稍微分一分 因为如果不分的话 地方的权利就会因为滥发货币而得到很大的扩充 因此 这是属于我国的奇妙逻辑啊 就其他国家 这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分呢 主要还是本着权力制衡 在我国啊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分呢 是本着央帝关系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中央来搞这个整体计划来做了算 地方政府你不要自己瞎发债 当然这个问题大家明白啊 中央政府真的有这么高明的智慧 能既雇财政政策又雇货币政策 一把抓实现组合 就是计划经济吧 当然这个东西 结局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 好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啊 我国应该不会短期 搞这个赤字货币化 放水放的太多 就是因为啊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很重要 如果你这么搞的话 我就是我说啊 你今天敢修法 这个央行直接买 明天人民币就暴跌给你看 在你就是因为暴跌利好出口啊 现在我国的这个出口好像挺不好的啊 这个暴跌的暴跌本来还不一样 我国呢 这个资产价格非常重要啊 国内的这个股票啊 房地产啊 人民币到暴跌呢 这些价格就会暴跌 所以说 整个财富缩水很厉害 通缩会更严重 所以我国是一定要稳人民币汇率的 第二呢 就是虽然我国顺差很多 但我们也使用人民币购买大量的这个 比如说石油 比如说粮食 都是我国大规模进口的 如果人民币短期暴跌啊 短期这个外汇的这个 就是外汇储备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国是不可能让人民币放量跌了 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就来说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绝大多数大型国家 所谓的QE和YCC控制啊 等等 都是通过央行和从商银行手里买 这个国家来实现的 有没有国家直接搞呢 直接搞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 这个是让很多国家直接搞这个赤字货币化 非常多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美国家 从80年代拉美国家财政出现很大问题 阿根廷巴西都搞过赤字货币化 可以说阿根廷现在的问题啊 就是赤字货币化的结果 所以我想说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啊 但这个话题今天不展开 大家可以思考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与赤字货币化的关系 这些拉美国家其实都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说当这些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的时候 财政体系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也就是说以前他们这个中等收入是靠财政体系催出来的 那么财政体系催出来之后呢 财政体系面临崩溃 他们都使用了赤字货币化的方式来维持这个中等收入 但因为使用赤字货币化 以为自己可以做好这个钢丝 实际上都崩溃 都巨大的崩溃 这些国家呢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衰退之中 所以因此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我们一直讲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制度问题 什么制度问题呢 就是经济多元化与经济受财政和政府拉动的张力 当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财政经济和货币三个体系 由政府一把抓 那么进入中等收入就是财政扛顶的过程 财政扛不住就要搞赤字货币化 搞赤字货币化就陷入长期的经济动荡和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就与赤字货币化高度相关 好这个问题呢就跟中国产生的关联 我们现在呢也进入中等收入时代 发生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们的中等收入是靠过去财政大放水 财政大稿建设的拉动来完成的 就比如说最近几年的财富大增长和GDP的大增长 是靠同改货币化 同改货币化什么工具搞的 PSO工具搞的 我们刚才讲的Pledge Substimentary Lending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就是靠隐性赤字货币化 把经济推到这个体量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财政过去了大规模借贷和扩张支撑不住 现在我们要搞赤字货币化 虽然不是显性的 但我说隐性里在搞了 MLF PSO这些都在搞 包括我们从最开始讲的 中国的商业银行 因为政府的命令买国债 也有隐性的货币赤字化的风险 对吧 因此就是在搞了 所以会不会因此进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也是个问题啊 当然最近大国的一次 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 其实是印尼 印尼在疫情之后 2020年7月 印尼直接同意 印尼的央行买274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这个呢 当然印尼这个是个一次性的政策 就是我们搞赤字货币化 但我们有个期限 我们就搞一次 我们就搞274亿美元 以后就不再搞了 这次是例外 所以我国会不会哪次搞一次呢 不会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大国 怎么会有这么捉襟见着的时刻 因此中国的这个行政文化 大家懂啊 宁愿隐性稿不要显性稿 如果显性稿 那就一定是出了大问题的时候 但隐性稿是不是就不出问题 一样出问题 你隐性稿这个货币还是放进去 包括通胀啊利率啊都会上这影响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未来值得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因此我会认为 我们开局讲到了这次风波之后的两个论点 一个论点是 啊中国开始无毛印钞了 这个马上就要变成废纸了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啊 就是PSO工具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加大放水量肯定是有的 但我认为是有计划的 不是恐慌性的 所以人民币是不是要快速变废纸 不太可能 就是我国稳汇率的决心 就是非常坚定的 好 但是汇率长期走低是肯定的 第二 就是不是像另外人说的嗨啊大惊小怪的 根本就是正常操作 其实也不是 对吧 第一就是去年 直接证据 就去年11月12月的MF和PSO是这个历史新高 但是呢 我也再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去年年末的PSO和MF 只是历史新高 但今年12月的MF就是货币增量非常低 在持续下降中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给了这么多钱 一季度的MF居然没增 就出名啊 这钱 我OK 我多说一句这个MF增量是咋来的 以免大家可能连不上这逻辑 今天既然是货币一趟学课 这个讲细点啊 OK 这个放下去的钱跟MF关系是啥呢 你看 MF增量怎么来的 我给大家说说 假设我是建行 我有2000亿的黑龙江的国债 我拿个央行 央行给我1500亿 请问 我觉得1500亿能产生多少的MF货币 是1500亿吗 不是大于1500亿 多大呢 取决于货币陈数 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钱是可以反复带给别人对吧 我把这1500亿全部带给A 但是A不会马上把它变成现金花掉 A的钱还是存在我银行的 A可能每个月会花个几百万 那么 我这钱是不是反正一笔钱吧 我可以带给B对吧 也就是说 银行确实会把一笔钱 带给很多人来花 因为 只要 这些人的流动现金的总量 流动支付资金的总量 小于银行里的 这个存款总量 我把这个钱带给无数人都行 对吧 假设1500亿 这些人带了款都不花 你可把它给无数多的人 这些给还利息 那岂不是爽翻 所以说1500亿 可以带来多少的信贷呢 就像货币陈数 现在我国的货币陈数应该在八点几 也就是1500亿可以参成上万亿的货币陈数 所以M2的增速应该很快才对 但M2增速不快 不快说明什么呢 说明没有人借钱 说明这个钱通过PSL和MF放下去了 但其实没有人真的来借 为什么没有人借呢 很正常 现在经济活力到这个地步 谁借啊 对吧 尤其是我们对地方政府搞这个从严治党 少做少错 多做多错 更不感谢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放下去 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M2与M1减刀差的问题 甚至是这个新方货币与M2增速过缓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慢慢讲吧 Anyway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 而且这个问题 如果你把这个地琢磨清楚了 你还针对宏观经济会有更多的了解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国呢 我认为啊 从央行方的技术观点来讲啊 我国的央行肯定是想学日本 想学日本 另外YCC的方式 通过这个二级市场来完成 但是呢 因为PSL工具和这个商业银行 政策性购买国债的原因啊 我们跟政府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呢 这个是我们值得在2024年 继续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明白了 以后你再看新闻读到 MLF 读到PSL 你可能就知道 这个概念是这么回事啊 原来跟最近的这个所谓的 自作货币化和这个中国央行购买国债 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关注这个话题了 包括我也讲到了 它与M2的关联啊 等等等等的 好 我们回到最后南华早报的报道啊 南华早报不是最开始报道说 这个我们从去年的参经公司会议上 看到了 习近平有这么一讲话吗 但在次日南华早报就发了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来说哎 昨天大家的解读过度了啊 这个绝对不是要搞这个赤字货币化的意思 所以南华早报确实是一个后续报道的 但我们都知道啊 南华早报呢 其实也是个党媒体系的阵力中的议员 海外党媒的一部分吧 所以南华早报呢 也是富有畅这个经济光明论的这个责任在其中的 因此南华早报的第二篇文章呢 采用的就是我刚才的第二个说法 就是说这就是正常操作啊 不要一起恐慌 没有任何不一样的部分啊 其实就是正常操作 那我认为呢 其实没有那么正常 这个尤其是由元首直接下命令 很不那么正常 大家明白啊 就是现在央行这个掌门人啊 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技术官僚了 纯行政官僚啊 所以这个人呢 而且今年就去年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讲了 我们今年主要依赖的是 过去我们主要在讲货币政策 就过去我们比较像日本 去年非常强调财政政策 所以现在我必须说啊 在中国货币政策和央行 有成为财政政策附庸的风险 如果是这个趋势的话 就不是简简单单的 正常操作二级市场 不是的 那就是央行成为财政体系附庸的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好 大家讲究这些啊 今天讲的比平时要长一点 那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 其实我不让我讲明白没啊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吧 希望大家听明白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发问了 你可以直接举手用语音的方式参与提问 或者如果不愿意这么做 你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气泡 在气泡中的打字来提问 都可以 我们依然来 等两分钟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有一个问题 但这问题不安简单 说人民币变成欢乐豆是有可能的 那我这么说吧 人民币变成金元券和欢乐豆可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就是 如果中国有人民币变成金元券的风险啊 早在那之前 我们所讲二次改革就开始了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和人口 包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是不可能让中国的主权货币变废值的 就是如果中国的主权货币有变废值的可能性 早就倒逼政治改革问题解决了 所以说我认为我们没有 小国家可以 就是我觉得这个货币变废值的上限 就是阿根廷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就大于阿根廷和土耳其的国家 如果你的货币要变废值 国际社会 世界银行 IMS 国内的各种势力 都会来阻碍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认为 人民币变成这个废值的可能性是没有 但是没有的话就不代表 比较恶性的通胀不会发生了 这不是 就是现在两个方案都有可能 一个方案是你怎么放也没有用 就像去年11月12月那么放 今年一二月份M2的申诉还大减 第二个的就是放多了 当然就会通胀了 但会通胀到比如说未来去吃一个塔斯丁汉堡 要这个两百万一个汉堡 应该不太可能吧 我为什么说塔斯丁汉堡 并不是接了塔斯丁汉堡的业配啊 就是因为塔斯丁汉堡便宜嘛 对中国这个国家体量 经不住变废值的 好 OK 那就这样吧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本周周一的话题 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上海时间八点 我们就会有这个透明查识的直播活动 录播呢 在推特 在podcast世界苦茶和这个 YouTube 世界苦茶也都有 大家去看吧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透明查识到这里结束 大家感谢你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相信 祝大家一天生活过得愉快 好 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 透明查识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 和世界苦茶YouTube视频节目形成高地的搭配 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 透明查识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审时主查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 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 世界苦茶可以订阅newsletter 或者在推特和discord查看 透明查识暂时在podcast更新 未来是否会挪到YouTube要看看 省时主查在YouTube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在show note都可以找到链接 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 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show note可以看到 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透明查识再见 大家的感觉相信 也感觉分享你的相信 感谢观看